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中华真智慧大讲堂 那么这次来北京呢 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中华智慧这方面的一些心得 咱们中华民族啊 是个优秀的民族 它的优秀的点在哪里呢 实际上就在于我们是一个智慧的民族 所以一个国家的伟大 它要靠智慧 我今天在中国呢 走了很多地方 大家都打出智慧中国 智慧某某城市 这样的旗号 所以这就显示出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 我们华人民族啊 在世界上是四大优秀民族之一 但是我们华人民族 它之所以伟大 是它的智慧 到今天呢 我们拥有五千年 甚至从福西市开始算起的话 我们拥有八千年的智慧 今天依然在我们的民族中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一个民族的伟大 不在于它的强悍 在于智慧 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人的智慧 也决定了我们伟大 还是渺小 所以智慧呢 对我们很重要 当然呢 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智慧人物 说这个不用讲嘛 我们都知道智慧很重要 我也在学智慧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去学的智慧 或者是说我们自以为是的智慧 是不是真智慧 这个问题是到了提出来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今天呢 特别是在中国 我们看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 企业家们都特别的好学习 特别的好钻研 但是呢 各种的培训机构 培训班 也在漫天过海的 铺天盖地的在办 那么这里面到底哪些是真智慧 哪些是假智慧 这个我们在座的各位 就要去分辨 如果你学的是假智慧 你花了大量的银子 大量的时间 学了一堆没用的 甚至是在你的起决定性 决策的时候 是误导你的 给你的决定 导致方向都错了 像这种智慧 我们不能称之为智慧 不是说 逢是人家能够站在那 说几个小时的就是智慧 所以是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要去分辨 哪些是真智慧和假智慧 当然我在讲课的过程中 也有一些好心人提醒我 说张老师 你能不能把这个真智慧去掉 这个真一提的话 好像是别人的都是假的 就你的是真的 我说这个事 这个真智慧不是我的 我自己没智慧 我才学习智慧 我说这个真智慧是事实真相 是事实求是来的 是我们从古到今 一个民族的精粹 民族的结晶 我所说的真智慧 不是张老师的真智慧 是我们用民族的血液 民族的眼泪 凝聚起来的 有八千年历史的 这样一个有传承的智慧 那么这个真智慧 它就会导致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结果就是好的 我经常跟一些企业家讲 他说怎样来鉴别 我的企业好坏 我说结果论英雄 一切都必须要看结果 那么结果是靠行为来导致的 行为是怎样产生 是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 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就有什么样的行为 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思想很重要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东西 说思想很重要 思想从哪里来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思想不是凭空来的 我们今天很多人 一拍脑门就出一个思想 过两天又换了一个思想 没有一个永恒性 思想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思想是一个永恒的 那么在决定思想的因素里面 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毛泽东 的思想可以引领我们中国革命胜利 就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 他的发源地是我们中华大地 毛泽东承传了很多 我们民族中优秀的文化 在这种优秀文化的熏陶下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有了毛泽东思想 最后我们有了新中国 所以一个企业最终的结果 是领导人的思想 你有什么样的思想 最后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在等着你